大家好,我是鼓手Anton峰 欢迎来到我的教育课堂的第五集 今天我就会讲Advanced Fill的No.2 刚刚刚讲了一些16分钟的Sticking 今集我也是讲Sticking 但是就是加上一些Bass drum的Sticking 就是Linear的Filling 很多学生听到Linear就会发光,觉得很厉害 真的挺厉害的 为何我会练习Linear的原因呢 因为除了它很特别,很好听之外 其实我们平时打鼓,很多时候 阿sir可能会教我们打某些拍子 他们都会给一些Reading我 我们就会跟我们说 所有One和And,所有重拍 都是用Right Hand打的 跟着Ear都是用左手放进去 即是规定了我们做某一样东西 所以我们就可以 初学的时候 不是很懂得打很多东西 或者上插,永远都会有点错的 我们就可以practice 永远都有Right Hand打完 例如我们有个 Four的Ear and R要打 很多初学的学生就会做 Ear and R 因为Right Hand熟,他就会先用Right Hand打 但他做了Ear and R 其实他就会变成要左手上插 Ear and R,圆 但是如果我们是 永远知道Ear的就是左手开始 我做Single Stroke的时候就会变成了Four的Ear and R 就一定是Right Hand完 这个是很好的exercise 很好的一样东西 但是当我们练熟了 或者开始 Move on到中级或者高级之后 其实我们开始想 我们协调的 再大一点 不只是想Right Hand上插 所以我就特意 create了这个System 给我自己 让我记过Send的 而不是记过Staking的 有时候他都会转来转去的 不一定只是在重拍那里用Right Hand打 可能是用左手打 也不一定的 OK 我刚才讲过的东西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如果平时大家看到一些 可能Reading的话 例如在1 1R 2E 接着3E and R 和4R要打的话 有很多音符 那些人多数会做 1E and R 2E and R 3E and R 4E and R 圆 又或者如果我们的example2 那个rhythm是1E 2E and R 3E and R 和4E and R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用 1E and R 2E and R 2E and R 3E and R 4E and R 接着1E and R 有Right Hand 1E and R 2E and R 3E and R 4E and R 这样做 这样做 OK 现在这个练法 我会给大家几个数字 其实我当它是一个数学来的 我不直接不当它是音乐那样练的 开头 我建设了一个System System是怎样呢 就是如果我是三粒音的话 我看到三粒的数字 我就会打 Right Left Kick 如果我看到4 我就会打 Right Left Kick Kick 总之所有单数 我都是一粒Bass drum在后面 所有的双数 都是两粒Bass drum在后面 所以如此旅推 5是Right Left Right Left Kick 6是Right Left Right Left Kick Kick 7是Right Left Right Left Right Left Kick 最喜欢这个example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不是很音乐 但是反模 可以做些我不敢想异ifer音 所以我可以做一些平时也别想到的声音 OK 我就把这些數字 determinant 我把这些数字枚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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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加上变成16 或是第一个字枚枚枚枚的 我将同学生的位置是 kadmer Stand 5 1 e and a 2是第五粒 接著當我入4的時候我都是右手進 1 e and a 2的e其實已經變成右手了 就不是我們很傳統的全部e啊都是用左手打 就變成1 e and a 2 e and a 3 e and a 4 e and a 你也會見到我們在全部在尾段的7個number那裏 全部的e都是用右手打的 1 e and a 2 e and a 3 e and a 4 e and a 1 OK 做一次給大家看 1 e and a 2 e 都哇 現在也去 invadeBook就是ana 4分符在哪裏 開始練習時不用加嗨聲 加嗨聲真的很難多了整個協調 要遷就那些獨立嗨聲 然後再加低音樂 開始就不用理會 但要先確定要跟到拍子機 因為跟到拍子機很重要 否則很容易讓你的右手 跟重拍子機 另外開拍子機時 除了開四分符 可以開十六分符 因為最多人練習時有個問題 就是當他練三粒 我經常見到學生 當他有個三三三 他經常會弄髒 你聽到後面有個漸漸的 不是 這個才對的 但很多時候自己練習 或者沒聽過這個聲音的時候 大家都會做了我第一個不適合的示範 所以開了十六分符 如果用這個鼓 upon voiceAM 你做man number 你都會聽到個 那樣會容易練的 開始練習的時候 兩隻手可以一樣大聲 不用說特別,哪隻手大小聲 全部都大聲,Bass drum全部都大聲 你先聽熟了這一樣東西 接著當你很OK的時候 就可以做多一點東西 就可以開始練不同的Action 首先我們會先練右手的Action 我想你左手的Groach drum是小到你聽不到的 因為你小到聽不到的話 反而是會更加難的 如果你聽到的話 其實某程度上你都會知道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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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你都聽到這個聲音 但如果小到聽不到的話 我再一次 如果小聲你聽到的話就會是 Bass d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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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經很困難了 因為全部右手打耳啪 但其實某程度上你都會跟著 因為右手是放在16分 有齊全全部Bass drum 但如果你是這樣練很細聲 或者我有時候放一把PAT在旁邊 左手打PAT 然後聲音就會變成這樣 Bass drum 이거聽不惠 所以大家可以嘗試探考高速 超級小的聲音 又或者直接打在另一個位置 還有我把右手打在不同的地方 讓大家聽到多些怪小的聲音 但都是同一個Sticking 千萬不要讓不同的Service 或者不同的聲音影響到你 還有這個就叫做Argestration 我們每次練完一個Sticking 練任何東西之後 都要Argestrate在不同的地方 確保你不會讓其他東西 其他的聲音 滾掉原本你懂得的Sticking OK 那我再一次給大家看 Legend 之後一定預期到 就是我們將Legend變成Axion 而Regend變成小聲 我都是保持在左手和左手的鞋子上 那就會變成 反而這個會容易一點 雖然是用左手打的Action 但是你會留意到 在尾段剛才我的右手是全部打Ear 現在反過來 其實左手全部打重排 所以容易很多 4,4,4,5,4,5,4,5,7,5,7,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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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那當你練了些基本的Actions之後 你可以慢慢組合一些不同的Actions 還有我想你開始練成剛才所說的的Argestration 我想你動到不同的位置 儘量不要讓自己有一個Set的Pattern 你見到自己不停重複這個東西 就盡量慢一點抽走它 好,我們再做一做 例如,我先開波當是Hi-Hat開 你見到,其實我第二個Bar 已經不在Hi-Hat開始 我想你做這件事 看我們Improvise 可不可以動來動去 但也不會讓我們動動 而搓到自己停在這裡 好 一些類似的東西慢慢加快一點 就是這樣了 當大家玩完這個5-4-7之後 練得很熟 還有這個也是要練差不多一兩元 才慢慢KO得到 當你KO得到之後 其實你又可以再組合另一個數字 給自己 可能一個3-3-6 3-3-5-5 都可以這樣 或者3-5-3-5 組合一些怪的東西 給自己去練習 找一些難的東西給自己 OK? 我們試一下 好,希望大家喜歡 請一下 坐一旁 嘴子 坐一旁 開五旁 開五旁 您 開五旁 開五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